我覺得徐國勇部長做事風格非常明快 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覺得他應該的想法是 既然要內閣改組合必歹戲脫棚 所以在這部分裡面 因為我這兩個會期也在內政委員會 當然跟徐國勇部長接觸非常多 我覺得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個性 也許他的想法跟做法 會帶給孫昌內閣一定的壓力 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正面的 我覺得徐國勇部長他過去當過立法委員 所以知道如何快速的回應民意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覺得現在應該比較尷尬的是 蔡英文總統跟孫昌院長 其實這是九合一的選舉 民意以新的民意已經產生 對於整個蔡總統跟蘇內閣的不信任投票 已經告訴了民進黨 你的施政是失職失能甚至是失敗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拜選後一個禮拜 其實整個蔡總統在不管說處理上也不夠明快 蘇院長也沒有展現他的責任政治的原則跟風骨 我們可以知道2018年民進黨拜選之後 賴清德副總統也是時任的行政院長 立即就請辭了行政院長 過去馬英九前總統任內的江儀化院長 也是馬上做了一個請職 這是責任政治的對民意的一個展現 跟負責任的態度 但是現在蘇院長卻還是在這個戀戰權位之外 整個的這個職務可以說是穩如泰山一動也不動 那蔡總統看起來好像也無可奈何 我想這個就是這個民主政治最大的一個危機 所以其實民意已經產生內閣必須要總持儘速的改組 來去回憶民意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